在风景壮丽的乌江流域,坐落着中国十大古村镇之一的宫滩古镇。 作为国家四叶级景区,这里其自然山水、民族风情与一体,是重庆有名的旅游圣地。 只是来这里游玩的游客往往不知道的是,正式的宫滩古镇早就于15年前淹没在了历史中。 如今看起来古色古巷的吊脚楼和四合院,则是从原来的古镇中拆迁移植,重新复建的建筑。 宫滩古镇的拆迁和重建,背后曾经有段人生鼎废的斗争,以及一个无奈受惩的结局。 宫滩古镇的历史最早可以追随到1800多年前的蜀汉,正式兴建于唐代。 古镇在一千多年前因古代的唐尔性,却又最终硬现代的唐尔王。 2007年,大唐国际发电源线公司在乌江上游修建水电站,整个宫滩古镇即将被上涨的江水吞没。 而宫滩古镇的居民也都面临集体搬迁的命运。 对于如今的很多城市居民来说,旧房拆迁是法家支付的宝贵机会。 但对于公滩古镇的居民来说,拆迁则无疑是一场集体的噩梦。 一方面,郑政府给的补偿标准相当之低,甚至还变着法的把一大批居民住房划定成了违章建筑,拒绝给任何补偿。 其标准跟国务院的规定想去甚远。 另外,郑政府在要求居民搬迁的同时,新的住房和基础设施却根本没有修建到位。 很多居民一旦离开,将面临住检疫窝盆的窘境。 在这种显然不公平的条件下,镇上居民对于拆迁普遍非常抵触。 当镇长在白天召开群众动员大会的时候,镇上居民普遍情绪不高。 有人甚至直接在对面打出了群众上访的横幅。 其矛盾对立已经坚约到了毫无隐藏的地步。 面对如此巨变,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已经无力抵抗。 镇上的老兽星染奇才年轻时曾经是搏击凤狼的前夫, 但在岁月的侵蚀下,也竟垂垂捞矣。 如今只能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捍卫镇上居民权益的重任,就理所当然地缴付到了年轻人头上。 凡事都有领头的,领导公摊居民抗争的主要有两个人。 理发师冉静松和手机店老板冉氏。 他们领导证明,采取派人去北京上访的办法, 来对抗施工单位和镇政府的权威。 等白天镇长的拆迁动员大会结束后, 他们就在晚上召开了群众抗争大会。 上群众重申了他们的斗争策略,纲领和精神。 斗争的目的并不是拒绝搬迁,坐地起家的敲竹杠, 而是通过抗争实现协商的目的。 让镇政府在满足他们的基本要求后,再进行搬迁。 他们采取集资的方法, 为代表他们去北京上访的证明提供经费。 如今有的代表还留在北京继续找有关部门上访。 回来的代表则跟证明们汇报了他们这些天的工作内容和成果。 大会上,然静松列下了接下来他们的斗争目标, 并呼吁镇上的居民是一个整体,大家一定要团结。 第二天一早,证明在乌江办召开了规模更大的群众大会。 证明把上方的横幅以及誓死反对强行拆迁的标语挂在了挖掘机上, 并用DV记录下了现场的画面, 准备课程DVD作为之后上方的材料。 阮静松拿出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向证明做起了政策宣讲, 强调他们的抗争行动有理可寻,有法可疑的正当性。 阮四则列出了他们之后抗争要达到的具体要求, 比如在搬迁之前,一定要为居民解决基本的厨房,用水用电问题。 在主讲人铿锵有力的演讲下, 一时之间群众群情激愤,斗争精神高涨, 乌江之伴江水滔滔,路过的轮度弃敌长命, 仿佛是他们胜利的凯歌。 在居民的一致抗争下, 施工单位的工人被拦在了政治外头,无法动工。 眼看抗争似乎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但很快局势就发生了变化。 阮静松听说,警察接到了指令, 如果这次他们不拘捕几个人, 那领导就会开除掉几个干部。 对于这个说法,很多居民颇为不服, 他们觉得自己的抗争都是合法合规的, 警察凭什么抓人, 但很快,现实就给他们上了一课。 阮四遭到了警察传唤, 直接被请去喝茶了。 理发店的客人跟阮静松谈起如今的情况时, 显得愤愤不平, 却又有一些有气无力。 但出乎意料的是, 没过多久, 阮四就回来了。 此时回来后, 他却想换了一个人寺的, 不再提带居民抗争, 维权的事情, 而是反了过来, 开始劝说居民配合搬迁。 对于阮四仿佛180度的大转变, 镇上的居民众说风云。 有人听到了消息, 说阮四其实是被招安了。 政府办公室那边, 给他每个月放两千块钱, 让他帮忙做动员运动。 这拆迁完成后, 剩下的那些木材都可以归他所有。 虽然听到了些风言风语, 但让静松还是表示, 没证据的话不能乱说。 只是这时, 要是真的话, 染四就不对。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 就是每月发一万块钱, 他也不该去。 为自己的好处, 损大家的利益, 不该是这么个利。 数是数非, 道理浅写易懂的。 但道德判断, 终究无法与现实利益的冲突相比。 在染四转变态度后, 群众又需要新的领袖。 只是在经历这一连串风波后, 证明都显得有些畏缩。 毕竟他们现在都明白了 枪打出头鸟的道理。 如今除了染静松, 还有谁愿意接着当这个出头鸟呢? 当抗争运动陷入僵局时, 又有背包传来。 老千夫染奇才去世了。 作为镇上的老兽性, 镇上的年轻人在打祭祀时 就有关于这位老人的印象。 似乎他是跟这座古镇联系在一起的, 是他们家园更细的一部分。 这名为老人举办了规模浩大的葬礼。 天蒙蒙亮时, 处上的人群就组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 他们齐心协力将老人的棺材 抬到了山顶一处开阔的空地暗藏。 祭奠的香火旁是云遮勿扰的山巒 和奔涌不息的江流。 人群的哭声逐渐散去。 终于被淘汰了江水所吞没。 公滩古镇已经存在了1800年, 但乌江经历的岁月 正难以计算。 在漫长的时光里, 这条河流旁 发生了无数人间的悲欢离合, 甚至文明的七七落落。 对于老人和古镇的消失, 广袤的自然并不关心。 仿佛一根轴承断裂, 老人死后, 正名也不负反抗的兴起。 在镇政府快刀斩乱麻的决断下, 搬迁工作顺利开展, 很快即将收尾。 阮静松最终为镇上的居民 争取到了每平方米640元的拆迁赔偿。 虽然不是很多, 但相比原来每平方320元的标准, 还是多了一些。 阮静松无奈, 却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说他们的抗争还是起了一点作用的, 就是用处不大。 镇上的居民将衣柜, 冰箱等大检家当背在身上, 沿着山路是脚下, 一件件地把行李抬上运货的卡车, 自此跟家园告别。 由于离去匆忙, 在他们身后 还有很多来不及带走的生活用品。 古镇依然残留着他们生活的痕迹。 废墟上, 一条土狗沿着熟悉的气味翻翻找找, 却发现已经没有了回家的路, 仓皇者离开了这里。 江水即将上涨, 古镇终成历史。 《烟墨2》是由导演烟雨拍摄, 上映于2009年的纪录电影。 本片是2005年纪录片 《烟墨通题材》的续作。 关注了重庆公滩古镇裁迁的历史命运。 相较于第一部聚焦的三峡大把修建体裁。 本片反映的盆水电站修建和公滩古镇的裁迁 远没有那么举事瞩目。 设计的范围和影响也小得多, 但也反映了值得关注深思的现实。 李依凡主导的《烟墨2》全程都是尖锐而露骨的现实冲突, 最后的收尾也是一片爆破发出的巨大轰鸣, 显出了一种大傻崩塌的动人心魄。 而烟雨主导拍摄的《烟墨2》同样以尖锐的矛盾开场, 最终的收尾却与之相反, 显出一种历史流失的无奈和平静。 本篇前半段一直在讲述证明抗争版前遇到的问题和政策, 开始如何组织抵抗,如何团结在一起。 之后又揭示了这种基层民众自发形成的抵抗, 如何在国家强力面前被轻而易举的分化、瓦解。 这种抗争不可避免崩塌的过程, 体现的也就是所有普通个体在时代潮流前的武力。 只是影片在记录这些无历史, 最终流露的情感并不是愤闷, 而是一种着眼于历史昌和的苍茫和无奈。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绵长历史的古国, 拥有无数像公贪古镇的文明遗迹, 他们经历过漫长的时光, 但迎来的往往是草率的结束。 如果说第一步的烟墨重点表达了大巴工程 对于个体利益的烟墨, 烟墨二表达的则是现代化发展的浪筹中 对过往历史和岁月的烟墨。 这种烟墨没有那么惊天动地, 往往悄无声息, 但这种平静的烟墨却是世界最无可抵抗的力量。 其力量之大, 强于一切资本和强权, 强于一切世俗力量。 公贪古镇的兴衰, 最终只反映了世间最本质的真实, 一切起源于历史的终将烟墨于历史。 这是纪录片《烟墨二》, 我们下期再见。